入夜之後旺角再有打鬥 更加有人懷疑打爛再有二人液體的玻璃瓶 消防員到場戒備 一個男人在佔領範圍之內 扔爛了玻璃瓶 在場群眾即時將它制服 有人用膠索帶綁著男人的手腳 按在地上 在場人士說 那個男人打爛玻璃瓶之後 想用打火機放火 消防員就到場 用工具拆開一些路障 並且開喉戒備 救護員把男人抬上擔架床 送上救護車帶走 另外在波蘭街有一名男子 指他出手打人 有人就扯了一個男人的口罩 拉他的衣服 並且向他投報揮拳 而警方到場調停 查問有沒有人看到事發經過 但沒有人願意擔當證人 最後警方帶走那個男人 另外在旺角 成功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的 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 下週到場拆除障礙物 律師到場宣讀禁制令 但佔領人士反抗 坐在路障上抗議 坐在路障上阻止 張昇維報道 大約1點半 幾名人士去到彌敦道 阿街老街路口 拆除佔領人士搭建的障礙物 喂 放手啊 放手啊 他們戴上手套 拿著剪刀剪去索帶 當眾包括綠色和諧 大大聯盟成員伍中榮 亦都有南亞裔人士 不是說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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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人只是用了10分鐘 半條路的障礙物就拆了 佔領人士來到交涉 警方捉起人牆 將兩班人分隔開 警方的聯絡主任說 他們的行動已經危害公共安全 希望他們先離開 幾乎同一時間 亦都有一班人去到 登打市街街口 清窄路障 放手 放手 佔領人士發現後 隨即上前交涉 有人拿著大鐵盤 報警 報警 警方 你看他先做好東西 警員只是在現場戒備 沒有阻止 一個小時後 有幾十架的士來到 抗議佔領人士的行動 他們拉起橫額 人家要倒車 夾斗貨車到場準備 當佔中人士在準備 阻止清窄行動時 車隊就去到另一邊 即是登打市街 10月20日 向被告發出的單方面非證審強制令 代表律師到場宣讀法庭禁制令 警員亦都表示會協助 警方會對有人作出任何破壞公眾秩序的情況下加油 隨即上前清拆行動 你們開程一下 我們走 收拾, 你有什麼事? 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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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證… 雙方爆發衝突 你不要踩到我… 有佔領人士流血 先打我一下 警員上前將兩批人分隔開 這是警察的目標 請大家打一次的掣 收拾… 收拾… 清拆行動只是展開了五分鐘 又停了 佔領人士戴上安全帽 加固路障 他們說側達利到場後 才再決定是否容許清拾路障 部份的鐵馬被移除後 仍然有幾重鐵馬在現場 有部份示威者用索帶張鐵馬加固 吳忠榮和另外十幾人 隨即轉到阿加勞街、波蘭街 拆走放在路邊的鐵馬 運上貨車 快按制例子 之後不知在何時 現在香港有法律嗎 香港沒有法律 不如我們來執法吧 現在等學生去執法嗎 自發嗎 我不相信會交給這班學生 我們香港人未來 而一批木製的障礙物 就留在波蘭街 NOW TV記者張聲懷不動 觀衆巴士聯 和兩間非專營巴士商會 入品高等法院 禁止示威人士在下角度 遠東金融中心的勉集會 以及向他們索償 觀衆巴士公共巴士同業聯會 以及中港澳直通巴士聯會 向法院申請禁制令 禁止示威人士在下角度 16到18號外面集會 不能樹立帳篷或路障 也不能阻止入品團體清除障礙物 他們又向集會人士追討經濟損失 灌中巴士行政總裁說 佔領活動開始至今生意損失最少300萬 我們公司和非專營巴士的同業 有很多位都要取道 經過上述的路段 以我們公司為例 是由9月28日至10月21日 這段期間 我們計算量度在收入上的損失 收入上的損失是超過300萬港元 警方說法庭禁制令屬於民事性質 他們不會直接執行 但就會調派人手維持秩序 警方沒有回應 是否會在短期內 拘捕佔中運動的核心成員 只是說調查正在進行 適當時會採取行動 朱武俠報導 法庭頒發禁制令 禁止示威者佔據金鐘和旺角一帶的道路 但仍然有大批示威者留守 並且阻止中信大廈的保安拆走鐵馬 警方說禁制令屬民事性質 警方不會直接執行 但會調派人手維持秩序 警方又拘捕了一名20歲的男子 他涉嫌在網上恐嚇一名警務人員的女兒 警方譴責這種做法卑劣 警方沒有回應 是否會在短期內 拘捕三位佔中發起人 黎智英和李卓人 只是說會在適當時採取行動 任何人以任何方式 參加組織或煽動其他人進行違法案 這些都是違法的 在今次事件 警方會繼續搜集證據 依例執法 若有證據 我們不會排除採取拘捕的行動 許正德又說 留意到有人在網上號召堵塞機場 他批評做法不負責任 又重新在網上的言論 一樣要負刑責 NOW TV給你再去摸下 報道